台中市北屯区四庄里是拥有丰富的庙宇文化 四名关怀据点就透过了对庙宇的建筑风格 及代表金木水火土神的联想 邀请了轻盈三代共学来创作压克力彩绘脸谱及风车 更搭配了走秀来呈现作品拉近彼此的距离 拿起画笔来回沾取压克力颜料 在面具上尽情挥洒创意 再喷漆风膜完成最后不虚 金色就是大地啊火 就是说他们就想要是金座 让他们就是自己去做联想 针对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认知的能力 就是让他再捡回来 老少供学大家一起这样子把这个作品做出来 21号他们有一个成果展 会到那个吉福池那边去做一个表演活动 然后把这个面具戴上去 还有那些指红车 被拿到我们的那个菜园那个地方去做一个装饰 笑容灿烂自信走台步 有母子孙女姐妹还有闺蜜党 戴上自己精心创作的面具 以及风车俏皮出场 台中北屯区四张里拥有三间百年老庙 以及丰富的庙宇文化 四名光环具店透过对庙宇的建筑风格 大自然以及代表金木水火土神的联想 邀请三代共学发挥想象力 来创作压克力彩绘连谱以及风车 不仅如此更搭配走秀舞蹈来呈现作品 所做的课程 那我们结合社区的我们这些长辈跟年轻一代的 一起重统共学 我就是把金木水火土把它都画进去 有一些祭拜流程跟那个走路的那个左边右边 哪边进去跟出去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就会随随便说 那你弄我都找不到 类似像这样子 庙宇的一些神像的一些金的一些概念 然后去创作 知道长辈他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事情 然后是否可以跟他们就是 回到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所要传承的一些意识 跟一些文化的背景 透过这次的活动 不仅提升长辈的自信心 传承庙语文化 亲吟共学 更拉近阿公阿嬷与孩子们的距离